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各位产业先进 还有供应商的伙伴 力领今天我们创新能源的技术论坛 我们希望全世界在2050年 能够达到净零碳排的愿景 那在那个情况下 当然我们就聚焦在风光 储存跟充电这四个领域 来探导整个创新电源的发展 现在全球的Global的宏观趋势 是净零碳排 绿色加智慧的商机 ICT供应链跟未来车供应链 跟人员供应链 会逐渐converge在一起 我们怎么样用Emergent的ICT技术 去颠覆掉既有的产业 让我们台湾厂商 具有更多的商机 全球软化这个议题 都是非常枯朽 我们直立一直在推行低碳化 我们的 mission 基本上是 我们的能源如何做最有效率的应用 如何减少使用的能源 这个都是未来我们的方向 Selene Carver被视为是 第三代的半导体 它是正在冲击这个世界 你目前所看到的东西 都会变得很小 小到你看不到 2030年 大概会有300亿个器材 需要联网 每个台湾都会变得很小 power efficiency 如果可以提高0.1% 可以省下多少的power的这个waste 一年大概15个billion的一次性电池丢掉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能量采集的方式 去减少它 或者电池的使用效率越高 那对我们的环境 对企业责任 其实是很大的帮助 掌握未来 其实我相信 到化合半导品这样的一个市场 在人员这一块的产业应该会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